新闻来源财联社 依据两家参与相关项目招标的公司表示 越南正计划在明年重启其最大的稀土矿 二此举将标志着这一东南亚国家 想建立稀土供应链目标迈出的关键一步 据两家参与相关项目招标的公司透露 越南正计划在明年重启其最大的稀土矿 此举将标志着这一东南亚国家 想建立稀土供应链目标迈出的关键一步 澳大利亚黑石矿业公司高管Tessa Karcher表示 作为第一步 越南政府打算在年底前对其当铺矿的多个区块进行招标 黑石矿业计划竞标至少一个特许权 他做出上述安排的依据 来自于越南自然资源与环境部尚未公布的信息 越南稀土公司VTRE董事长Lu Antoine则指出 胎卖的时间可能会有变化 但越南政府计划明年重启该矿 VTRE是越南主要的稀土精炼厂 也是黑石矿业在该项目上的合作伙伴 据统计 越南的稀土储量仅次于中国 预估储量为2000万吨 占世界稀土总储量的18% 但大部分尚未开发 越南稀土储量主要分布在该国西北地区 截至目前 越南稀土开采 主要集中在该国西北和中部高原地区 Cutcher表示 如果黑石矿业成功中标 其对该项目的投资将达到约1亿美元 他补充称 该公司正在与包括电动汽车制造商 VanFest和Rivian在内的潜在客户 讨论可能的固定价格长期合同 这样做可以保护供应商免受价格波动影响 并保证买家拥有安全的供应链 Done Pool矿开发有哪些长远意义 资料显示 位于越南莱州省的Done Pool矿 是越南最大的稀土矿 尽管该矿于2014年获得开采许可 但至今仍未开采 近年来 日本投资者丰田通商诸事会社Toyote Social 和双日诸事会社SoJets 迫于全球稀土价格下跌的打击 最终放弃了Done Pool矿项目 据拥有Done Pool矿开采权的 越南煤炭与矿产工业集团 Minin Common的一名官员称 Done Pool矿若能有效开采 将推动越南极深世界顶级稀土生产国之列 当然 稀土的提炼过程是复杂的 黑石矿业公司表示 Done Pool的预估矿藏量 也需要用现代方法重新评估 不过尽管如此 根据越南河内矿业地质大学的资料 Done Pool矿的稀土 还是较为容易开采的 而且主要集中在浮炭式矿 Bestnicide中 浮炭式矿 为是浮炭酸盐矿物 常和一些含稀土元素的矿物生在一起 它们通常富含是 可用于生产平板屏幕 以及蓝细元素 如朴和铝 可用于磁铁 Tuan表示 越南稀土公司希望赢得一项特取权 使其能够每年开采 约1万吨稀土氧化物 Rio 约为该矿预计年产量的三分之一 它表示 具体生产可能在2024年底左右开始 这将使当铺矿的产量 越低于全球最大稀土矿之一的 Mountain Pass矿 后者位于美国加州 在2022年生产了4.3万吨 越有当量 越南在稀土领域要有大动作 据行业专家表示 随着需求的稳步增长 越南稀土采矿业 可能在不久的将来经历快速增长 随着全球经济转向更加绿色环保的能源 稀土已成为国际市场上炙手可热的大宗商品 2022年 越南的稀土开采量达4300吨 同比增长9.8倍 位居全球第六位 越南目前计划开发更多的矿山 今年7月 越南政府制定了到2030年 每年生产多达6万吨 预有当量的目标 作为比较 中国2022年度稀土矿总量控制指标为21万吨Rio 咨询公司Project Blue的研究分析师David Merriman表示 这些目标将使越南到2030年的产量达到中国 预计产量的5%到15% 他预计中国将在此期间继续提高产量 他表示 越南的目标可谓雄心勃勃 但并非完全不可能实现 值得一提的是 在越南大力发展稀土行业的同时 人们显然也不难看到西方国家和企业的身影 据美国白宫9月10日声明 在美国总统拜登本月访问越南期间 两国便签署了一份协议 美国同越南将加强技术合作 支持越南量化其稀土元素资源和经济潜力的努力 吸引优质投资 以促进该国稀土元素行业的综合发展